每次我这样捡树,就会有人说 啊,好可怜的小叔叔,好长人哦 继续捡,还会有人说 你考虑过树的感受吗?树不会疼吗? 还有千篇一律的感慨 如今,连树都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何况人呢 唉,等捡完,通常是 还没有原来的好看,盆景就应该是自然的 你捡的,啥也不是 自然的是风景,不是盆景 所有盆景都是人工制作 接近自然状态需要许多年 不是随便一剪刀,就能达到最终结果 看不懂,不要紧 如果喜欢,就多一点耐心 想要马上成型,应该去炸油条 而不是玩盆景 盆景没有那么高深 一点点朝着自己想要的样子去制作 一天天,满满接近理想的状态 最终,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对于爱好者来说 我们要讨好的,只是自己而已 感谢关注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